政府他们对他的一个处理 就是不给他一个人权 不给他一个医疗的一个对待 他们就是只是要以一个 根本就是要就是阴谋啦 陈信瑜第一次到培德探望父亲 一待就是六个半小时 他痛批法务部对外宣称 陈水扁住200多坪的疗养区 被媒体转述引用为陈水扁住豪宅 这让陈信瑜很不满 我们要的是要一个医生来看他的健康 结果没有医生来了一个骨科医师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很荒谬啦 陈信瑜执意培德严重监控陈水扁 这不利于他的病情 就像之前在总统的时候 介护人员他们也是轮班进来啊 拿着录音笔 然后录音加录影 然后加手头还要记录 每隔15分钟也是就出去 马上打给典医长报告 他这15分钟内发生什么事嘛 台北荣总医师郭正典也来探扁 他呼吁培德尽快成立医疗小组 否则陈水扁拒绝吃药 病情会更严重 陈秀莲前副总统第一次探扁 他要求法务部尽快说明为什么要匆忙遗奸 此外大地文教基金会派志工来送餐 有台南义面混沌汤等 以后陈水扁的三餐都由他们来负责 让陈前总统吃得安心 乡亲徒乐习近平大家晚安 自上个礼拜五清晨法务部摸黑将阿扁从北荣移到台中监狱的监狱医院了 事情不但没有变小反而风波越来越大 这里面各种的政治阴谋论包括马英杰有没有下指导棋 包括是不是要把不是把阿扁关到死 而是要把他关到封嫌阿扁现在不过封 所有这些台湾社会严重的关切 我这里给各位介绍现场市内边台湾台医师柯文哲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北市市议员简余晏 老师好 台湾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我们这个翁水扁 大家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陈前总统女儿陈信宇今天赴台中培德病间探视复兴 他抱怨陈水扁转到培德已经几天最需要的是神经内科和精神科医医生 但是培德医院居然给他派了一个骨科医师来看病 这是笑话吗 再来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布袖说独享243瓶吗 阿扁说你就算台中监狱全部给我也没有意义 然后呢 培德医院在里面怎么做呢 他15分钟寻一次 这是匾在培德 第一天晚上就失眠了 我现在请教现场这个科文哲的医书 当初阿扁歪去北隆 因为他不信任北隆 今天倒过来 并说阿扁信任北隆 但是法务部看起来不信任北隆 这就是不尊重医疗专业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整个事情来讲就是手段太粗暴了 不需要这样 你一个病人早上5点把他抓起来 然后也没有通知病人也没有通知家属 也没有通知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都不知道 我们一般出院要什么准备出院病灾嘛对不对 好歹也要什么叫出院未驾 这个就算了 你好歹出院的药给人家嘛对不对 你要转移到那个地方 也要跟那边医生联络 所以他这转过去 匆忙到连药都没有准备 就转过去 所以到医疗赔得以后 到底是谁要接也没讲 所以到今天到底是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粗暴了 你根本就没人尊重医疗专业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很不应该 是这样啦 你当时转到北隆的时候 你信誓旦旦说我们会尊重医疗专专业 他想都没有想到北隆会给他写那张诊断书 问题又出在这 今天如果那诊断书是台大马界开的 你还可以变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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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绿的 这个云芳玉琳同学 北隆是在算的 这个是什么作文法主席 那是正男子的 人都是在算的 现在诊断书出来不合你意 这个输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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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我们来看一下 提告 所有整件事情看起來 第一點我們問說 這不是醫療的問題 也可以問啊 為什麼法務部要在天明亮 就把阿扁給送走 主事義不知道 家人不知道 阿扁不知道 這沒有政治動機嘛 是啊 作賊心虛就是這樣 而且你看那個老師 剛剛念的那一段 他說如果你沒有證據 我就要提告 你要注意喔 什麼時候他只說 可能會被換掉啊 當然有可能被換掉啊 尤其是北間當然是有可能啊 尤其以前的典禹長發紫潔多恐怖啊 我去看阿扁總統的時候 他那個臉黑道的不像樣 那麼後來到榮總統之後 他就慢慢回來了 我就問他說 臉色好一點喔 其實跟今天老師的臉色 大概已經回來了 他說因為在北間的時候 其實他所有東西後來都不敢吃 因為就擔心被下藥 而且我覺得從整整 種種常識來看 那麼黑的臉 那到現在所有東西是家屬 或朋友送之後就慢慢回復正常 所以我們要問這個法務部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下藥 這個才是應該說清楚 他應該正面回應郭正典醫師說 不會 我們一定會把藥交給 總統的不會給他下藥 他不敢這麼講喔 他只會說他每個庭上庭的人 把他擱下藥 這個情況跟228的時候一樣 228事件的時候 第一個殺議員 民意代表 第二個殺記者 第三個是殺醫生 第四個殺法官跟律師 全部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這一次先告立委嘛 接著下一步恐嚇要告醫生了 那還有一個 立委今天特別問說 曾永夫說 你怎麼要偷偷半夜去啊 他講不出所有人 第二個他說 你不是為何不遵醫主 讓陳總統居家照護呢 曾永夫部長說 因為我們要看他實際病情 意思就是說 周元華醫師說的 不是實際的啦 所以再進一步引申 曾永夫的說法是說 他裝病 這點我嚴厲譴責曾永夫 我覺得這個法務部長 只有下台一途 他除了這一個 去質疑醫師真正的專業之外 人家就問他說 那怎麼會知道 不是實際病情呢 難道是假的嗎 他說 我們會好好的專業判斷 意思我們是誰 是曾永夫是不是 他才是醫生是不是 柯醫師我請教 你在庭委的醫師 你也是過去 民間醫療小組的造型 旁邊從他跪下去 一直到今天 就很多人 包括藍營 包括法務部長說阿炳裝病 阿炳目前病情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專業還是回歸專業 我跟你講 你說我講的不算 那台北榮總蓋官藝出來診斷 你也不認帳 那我就實在是沒辦法 乾脆你自己當醫生 我覺得像今天聽說在立法院公布一個影帶 然後曾永夫自己出來講說這個阿炳很正常沒有病 奇怪 我們這個有牌的要聽你這個沒有牌的 奇怪 我覺得那以後也不用送去榮總 你的診斷書你曾永夫給他開開就好 你決定就好 人家 我跟你講以前黃黃雄一直在告誡他們說 他被他們那個先糾正那個法務部就說醫療的問題 你就醫療的給醫療專業出來講 好啦 那你今天曾永夫敢說 他看那個影帶說阿炳很正常 可以喔 他記過了 你是哪一家的 你是身經家還是內家什麼家 我就不知道 我老實跟你講 那個不然你法務部 你們也有醫生嘛 你們去找一個法務部的醫生說 就那個影帶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其實那還是不正常 只是說你看 正確的講那個資訊是不夠 但是我覺得這樣 這個法務部長就很快的示範 這就是政治凌駕專業嘛 你有什麼資格說 看你看這個很正常沒問題 我跟你講你站在台大院門口 每天這樣進進出出 哪一個是病人哪一個是家屬 你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對啊 我們保留哪厲害 裡面有的去看病的 有的去探病的 有的是幫人家治病的 都有可能啊 我們大家以前不要清 每天台大院門口進進出出 哪一個是病人哪一個是家屬 哪一個是醫生你看得出來 曾永夫也有夠厲害 那個看一看阿扁很正常 奇怪 人家覺得算是跟糾正你說 不要政治凌駕專業 你今天還是這樣 那好啊 你 我實在懶得跟他教學了 這算了 顯然這個有政治的考量地 在那裡 柯醫師在說 曾永夫法務部長 到底是哪一K 我告訴你很簡單 他是馬K 馬K就是馬英九的K 馬英九科 馬英九說了算嘛 對不對 馬英九叫他怎麼寫整段書 他就是怎麼寫 因為他是他選的法務部長 然後這件事 我覺得很可笑就是怎麼樣 其實阿扁的病情相關在北農 這件事情已經慢慢的 由醫療的專業 他的病情已經有所起色了 如果好好處理 不是是藍綠對抗 藍綠分解 對不對 一個大和解的機會 包括保外就醫 我相信為什麼這麼多 本來是統派媒體 這麼多藍營的朋友 他都跳出來說 讓阿扁回去保外就醫 那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為什麼你會處理的手段 如此的拙劣 早上五點半 緊急趕快移 事後啊 我有跟一些網友 說來跟他打水果就對了 他說 移窮 哪有事先讓人家知道的 請教一下 阿扁這個事情是 單純的受刑人監獄 跟監獄之間的移動嗎 不是吧 不是 阿扁他這件事情 不是單純的司法問題 還有很非常複雜的 政治意味在裡面 而且呢 這件事動見觀瞻 一個處理不好 可能演變成藍綠的對立 你知道嗎 這件事很大 監獄法而動全局 你本來可以好好處理 結果呢 你先是偷偷摸摸的處理 我說坦白 你本來可以光明正大 用一個很光明正大的手法 讓他從北榮 然後移到培德 這你法務部是可以做得到的 可是因為你的手法是這樣 你的手段是如此 所以讓這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說 蛤 大家瞠目結舌 你不是要尊重專業的醫療團隊嗎 為什麼他的建議 跟你所作所為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會很生氣的原因 購物啦 那到底為什麼 孰令自知 為什麼會做出這麼誤誤 那很簡單 只有四個字 叫做政治考量 就是因為政治凌駕於一切 凌駕於人前 凌駕於人道 凌駕於藍莉對決 所以今天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好 當初可能馬政府和法務部兩位阿扁裝病 所以尊重他們所信用的北龍 結果沒想到 北龍就用專業來判斷 最後做出來真的阿扁病了 最好是居家療養 這個完全不符合 從馬英九所講的保外 就是放人之前的政治定調 所以今天再補出這段 不三不四的場面 我們這段先告一說 蕭蕭蕭蕭蕭 我們繼續 謝謝 北龍總花園 步伐看起來十分平穩 也不需要別人搀扶 左手更看不出站斗的狀況 和日前監察委員公布的畫面 實在差很大 這是法務部長曾永福 接受國民黨立委 與學章質詢時 突然公布的畫面 從剛才那個畫面來看 好像跟這個民間的醫療團隊 所講的是完全是 完全是兩碼子式 完全不一樣 醫療團隊 因為他是做一個特殊的檢查 測驗的時候 叫他這樣動作的 那為什麼你們法務部 不具體力爭 我想在病房裡面 跌倒有四五次以上 這個也都有監視器 二十四小時在錄影 那是不是也請法務部 公開這個跌倒的畫面 這個手抖 這個是間歇性的來發生 這是一種巴金聲勢症候群 這是神經學的疾病 我們外行的 不要說內行的 公開那是用誤導社會大眾 這樣就是不好的示範 公布病人的隱私 要病人或者家屬同意 他們不是醫事人員 那隨便批評說 農總以前的診斷怎麼樣 說看起來很老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不是有違反 醫療法的問題 一湊再湊 湊到現在 更湊的更離譜 你就一不做二不休 然後呢 三醉乾脆給我 那你現在公布引帶 你有沒有經過當初人同意 我沒有把他生病的狀況公布 我是把他運動的情形 你把他運動的情形公布 讓國人了解 如果你說委員可以執行 要求你公布影片 那我現在要求你 可不可以馬上給我公布 賴樹爐在裡面的情形 我可不可以公布 你給我馬上公布 你朝親在裡面的情形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這個情況不太一樣 各位朋友 現在看起來的情形 顯然是法務部 法務部 要跟榮總專業醫療團隊 來修圖 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了 周元華 裡面怎麼說 柯文哲醫師 周元華是滿久 他說讓他去北農 他的組織醫師 他的診斷 聽到怎麼說 他那個病名 第一個是重度憂鬱症 再來是重度呼吸中止症 再來是雷巴金深症 智商 其實我跟你講 他那個下面那個診斷書 他已經很委婉的寫 他說晚上會尿床 意思是說 這已經失能了 他已經一下子 其實我跟你講 我也相信他壓力很大 他已經寫得很委婉 我們什麼時候 估計在診斷書上 他寫說 他晚上會尿床 尿失禁 我跟他 我跟他講是這樣 我今天有些電視台的訪問 我說如果法務部長 要公布一個迎代給大家看 我有個更好的建議 乾脆 開放媒體 給大家去看 是 就給他協會分證 其實我跟你講 他的影帶我早就看過了 你真的有去看過阿扁人 我以前就講過 看過他 你不會想說他繼續關他 我就講嘛 你今天 你今天法務部長要說到正常 而且你要公開 我看來沒有問題 我現在馬上 我相信 不管是陳志忠或阿扁人 都很願意簽一個同意書說 乾脆就給開放給媒體 你去訪問 所以說如果從就案件來看 法務部長裕宏兄 他放這個壓扁給我 我看是你做眼霜房 眼霜房的不是這樣 李徐先生怎麼講 只需烏有 是這樣嗎 我這個科醫師的建議說 那你就 如果真的阿扁沒問題 你何必怕 媒體來採訪 是啊 你就讓媒體進來 拍個五分鐘 可是如果拍到阿扁的 那種 這個手會抖拉 或者走路不穩 那這個部長還是會有話講 他說阿扁在裝 對不對 阿扁有病 他整個看出來就有病的時候 他說他在裝 所以那好 那我建議一個 我這個做個修正 開放媒體進去採訪 可是用隱藏式的攝影機 那阿扁不知道有記者在拍他 那你就拍一段時間 如果這個阿扁真的沒事 阿扁真的很健康 你怎麼怕記者進去採訪 對不對 這樣就公佈 大家就去下去了 但是我是覺得說 即使今天阿扁在那邊走路 看起來沒有手沒有抖等等 那剛剛醫師講 手會抖身體不穩 阿扁主要是因為類巴金身症 Parkinson disease 可是阿扁還有另外兩個 但是我一直認為說 最重要的是重度憂鬱症 因為重度憂鬱症 不是吃藥就可以了 也不是把它關在賠德監獄 賠德不是醫院 大家不要搞錯了 那是賠德監獄 不是關在賠德監獄 可以就算給這個病人 給這個阿扁最好的醫療照護 絕對不是 因為重度憂鬱症 你要知道前一陣子 大概半年前或者一年前 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叫做 Post-Process Age 後百憂鬱症時代 什麼叫做後百憂鬱症時代 就是說重度憂鬱症吃藥就不行了 不夠 一定要有家人的支持 所以在處理重度憂鬱症的病人 最好的除了適當的藥以外 醫生他會開藥 但是最重要是家人 最重要是親情 那你今天把他關在賠德監獄 你拍一個他走路還OK 可是阿扁需要的照顧醫療 重度憂鬱症方面的醫療 你賠德監獄還是不能給嘛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法務部長曾永福 還有馬英九 其實真正的是馬英九 我們在罵部長 這個部長其實是聽上面了 馬英九口口口聲聲講專業 醫療專業 還有說照法律 那今天周恩華給他專業 北榮給他專業的一個診斷 他不理啊 他認為曾永福才是真的醫療專業 那法律就法律 我在這邊講了很多次 你好 你就說不要不可以保外就醫 那可以借戶就醫吧 你可以借戶就醫在北榮 你當然也可以借戶就醫在別的地方 而且你可以選一個說 有家人可以支持的地方 當然回家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那你還是可以借戶啊 然後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借戶一個病人 在外面就醫嗎 所以法律也沒問題啊 各位朋友 今天包括我知道你們很想要叫馬英九到法務部長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自己親口獎尊重專業的判斷 那我可以補充一下 我剛才說不然就開要媒體進去 其實我跟你講 阿扁在那24小時都有錄影帶來 不然隨便選一天交給媒體 沒有我跟你講有病沒病我們都很清楚 你法務部長我剛才是這樣 我每次說你講過的我們都有錄影都有錄音 坦白講 曾永福早就沒有信用了 他以前那個阿扁被送到表面 他講了多少謊話 我跟你講他李拜四他怎麼跟柯建明講的 我本來去問他他李拜四 為什麼民進黨會這麼火大 李拜四怎麼跟民進黨立委講說 你們不會處理馬上處理阿扁 李拜五我們抓去 你早就沒有信用了啦 曾永福 余燕 曾永福今天旅學章當然是要演戲 他要跟他講 曾永福可以說什麼 對不起 我們已經有專業的判斷出來了 周元花已經出來的那些診斷書 不是這樣 對 所以旅學章我還主動判斷 我認為是曾永福拜託旅學章說 你問這問題我要公佈一個影片給你爆料 旅學章在回他說 哎呦 住得比別墅還沒 所以我在這裡嚴厲譴責旅學章 可是我認為 這個事情大家不要再罵馬英九 馬英九大家都知道 他不笨 只是殘忍 甚至社會共識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這裡公開譴責曾永福 曾永福就是之前電視名嘴在那裡說 陳總統無法排尿的時候 他叫人家去灌500cc 800cc的水 2000cc的水 就是曾永福 曾永福就是這個前兩天去騙民進黨的立委 說可能可能怎麼樣 我上週接全部電影台接call in的時候 很多人民都以為說 旁邊可能可以回去 我就跟你說 你要知道 國民黨是多種殘忍的政權 人民又要知道曾永福是什麼樣的法務部長 我認為在今天之後 曾永福公佈這個人民的影台 而且沒有經過家屬同意 這一點嚴重違反了世界人權 在美國這樣的一個法務部長當然是立刻下台 而且在這樣以前這樣說謊 法務部上班的時候可以關燈關門 然後接下來就揚言要告國會議員 這種種的東西曾永福都應該立刻下台 不必再對這樣的法務部長仁慈 而且去幫他脫罪說他可能是人家的打手 他不是打手 他就是背後的操控者 他自己也是打手 北隆是法務部把阿扁送過去的 北隆出了一個診斷證明書 是這個病 那個病 這個病 那個病 建議最好就是居家療養 但是法務部的部長出來放影片 跟大家講正雄啊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當只有一個解釋 那就是什麼 政治考量 那當然法務部不會自己指揮自己 一定上面有人指揮他 所以這不是你們自己把專業踩在地上 這樣不怪 無怪 無怪歸全國的人民 關鍵這件事都會抓狂到不是這樣 這段先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 後來繼續 多謝 你們自己胡鬆沒有刮乾淨 充當政治的打手 你跟馬英九變成馬虎集團啦 還把我們用黑金舉去偵辦 你如果還有良知啊 下班之前你就主動向國人宣布辭職 你們都被獨裁啦 新政立法部門互相尊重嘛 開什麼玩笑 手會躲起來 那堂堂正正的我們在辦公 哪裡會躲起來 不要老是以那小人之心在渡 看待別人 這個到底是誰用小人之心渡君子之父 其實在這個事件上面看得很清楚 我們也質疑他 為何選擇在核四這麼重要的議題 處理的時候來做這樣的動作 我想我們代表的是民意 我會考慮 你也覺得有點受傷對不對 大概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路嘛 家人是怎麼跟你講說 他說他們聽不進去這句話啦 你很有guts的人欸對不對 該槍斃就槍斃欸 怎麼會說你撈腫呢 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喔 部長 基於維護你個人的一個 這個形象跟名譽喔 我也建議說應該要提告欸 好 各位朋友這兩件事 這個是部長門被立委踹破 另外這個是勇夫結構被立委說是腦腫 那麼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到底勇夫是不是腦腫 那為什麼會踢門 他的前因後果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連晚 立委邱宇營等上週五 踹破法務部長辦公室的大門 干擾記者為了進行 北檢今天發函 調閱新聞採訪畫面 並且調閱法務部的監視器 近日就要傳訊 邱宇營等到案 預計用什麼啦 妨害公務啦 迴損公務啦 五路公署啦 迴損等罪名來起訴 檢查師長還出來說 喔 這個起訴的機率不低 這跟什麼關聯 他怎麼會湊湊出來說這句話 再來 邱宇營踹破法務部長辦公室的幕門 曾永福今天表示 這個法務部的檢查師 已經含送了所設法律 將由北檢檢察官來調查 來認定 而且呢 請立委不要說 他沒有在辦公室 他說UDA請不要用笑人之心 來看待他人 好 既然這樣 我們來看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隨著 怎麼來看 對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本來剛剛柯議師有講嘛 本來跟民進黨說不會那麼快 對不對 那突然間 突然間隔天禮拜五這樣 一早就突然間匆匆忙忙 偷偷摸摸就把他移到這個裴德去以後 民進黨的柳宇當然生氣啊 生意去以後才會發生這個現象 包括去記者會踢館 法務部的記者會現場踢館 包括來這個部長室 讚盟就對了 現在有的人很多人把這個重點 放在邱宇營的那一腳上面 大作文章說你這樣是暴力 你這樣譴責 我突然間發現說我們以前早新聞對不對 我們有好幾次的機會會被移送罰辦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知道 檢驗院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早新聞的時候我們是很火爆 因為我們是小的記者嘛對不對 很火爆的 常常是我們的獨家新聞啊 到了很晚的時候就是為求平衡 所以跟警察單位必須要很晚的時候問你的意見 避免你去破壞我的獨家新聞 就是有那種長官故意把我們的獨家新聞去告訴人家 然後破了我的獨家新聞對不對 我們家剛剛都會做一個動作 你知道什麼動作嗎 我們會去把他冰倒 你知道嗎 真的冰倒喔 我個人冰過幾次了 因為你生氣啊憤怒啊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沒有道德的事情對不對 冰倒後他們真的也會很生氣 你說冰倒我來一個熱的給你的 但是他會講說 哎呀 瑞德兄你不要那麼生氣嘛 對不對 因為這樣 有的人還會咒咒說 那不是我給你洩漏的 我咒咒 我咒咒 我要咒咒 我會怎樣對不對 我要怎樣 人家通常會採取這樣的方式 因為你知道前因是什麼才導致後果 今天這個戰謀是因為什麼有因才有果嘛 對不對 那麼現在在這個馬英九總統接受 這個媒體講說應該要怎麼樣的以後 毫不團結很認真的研究各式各樣的法條 對不對 然後要怎麼 其實我覺得那個爭辦速度太慢 應該今天下午的時候立刻起訴 你知道嗎 立刻起訴就好了嘛 因為擺明了就是要起訴 這個就是讓我們大家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我一下面咧 該辦的 該擴大辦的 該把它全部揪出來的 你沒有去做 所以來起訴 前有林議士 後有賴訴如啊 林議士竟然集中在他們家這麼小的一塊地方 然後呢 賴訴如 如果我預料的沒有錯的話 會不會到時候賴訴如又起訴只有一個賴訴如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彰化那個事情 會不會又起訴到只有縣長的弟弟一個人啊 這個就是讓我們大家對司法不公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所以我想請教柯醫師 你從醫療專業角度來看法務部今天 齊氣五點半 爺哇等等 把阿扁送到培德國 我們先不管他對政治人物 柯建民他們做什麼承諾 我們從醫療專點來看 有哪些是不該做而做的 哪些該做而沒做的 我們看看法律部 我們給他一個治療看看 賴比公 你本來出院就有一定的標準嘛 你出院 出院病災給家屬嘛 要通知人家 出院病災嘛 準備好嘛 要通知病人 家屬 連組織醫師都不知道 還要轉去 你是要教對方 要教學什麼人 對方的醫療團隊是誰 你要跟人家聯絡 要一個交班 你要出去 我們要出院準備嘛 我們要 比方說要包括衛教 你出去什麼什麼 要講 最起碼出院的藥要給人家帶去 你前一天都跟柯建民講 沒有事不會怎樣 第二天五點 我覺得很奇怪 這決策到底是 所以這個我會相信 你罵曾永恆也沒有用 那也不是他決定的嘛 絕對是 他前天信誓 當那個人絕對沒什麼 所以 不少誰半夜給他下命令 你說他人家那些立法委員 民進黨立法委員衝到 他不是他的秘書跟人家講說他不在嘛 他不是燈關掉 或是門關起來嘛 是 他如果不是心虛 他怎麼會這樣 是 而且他是馬總統說要辦他才突然硬起來 不然他哪裡敢 事情還要立委去他辦公室 對啊 他自己心虛 不是馬英九說你那個他怎麼敢啊 這大家知道 是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有兩個人被懷疑裝 阿扁被法務部或者馬英九懷疑裝病 現在來醫院 曾永恆被認為裝鬧 這到底為什麼會引到破門 然後現在集中在破門 所以我覺得丟臉啊 你說不能罵你鬧腫 我覺得真的是丟臉耶 一個堂堂的法務部長 然後立委說我們要去拜訪 他說不在 不在 不在 秘書說謊嘛 對不對 到了在現場之後 第一個為什麼要關燈 對 關了燈之後 而且門都關起來 整個上班時間偷偷摸摸做什麼呢 然後接著更糟的是今天立委又問曾永恆說 那到底 記者問啊 到底誰關燈啊 誰關門啊 他說 我會回去瞭解 是誰關的燈 我不瞭解 我也會回去瞭解一下 是誰下的令 真的不是我啊 應該要叫檢察師瞭解一下 我們要不要立委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搞了這麼多天 告都已經 檢察師已經說應該是會起訴了 到這個時候你還講不出來是誰關的燈 你在辦公室你就那三四個嘛 那你有種就出來說 就是我部長一個人扛嘛 又不敢講這個話 那你說為什麼人家不會懷疑你那個字呢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答案就知道 這個法務部長嚴格很不適任 非常嚴重的不適任 所以應該要立刻下台 那我們也不必再幫他說 那個一定是馬英九下令 一般的法務部長面對這種凌晨五點 不准帶藥走 沒有交接 不知道主治醫師是榮總還是中國醫藥大學的時候 正常的法務部長會有格子跟他說 讓我再等一兩天 我會處理好 他沒有這個種 但是他就立刻說要告立委 跑得很快 那又問他說到底誰關燈 誰關門的 又沒有種 又不敢講出來 這種法務部長我們還要留著嗎 是 他這個法務部長 他是法務部部長 什麼人家規定 什麼人家規問 他都不知道 這個難怪被人家罵嘛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人叫做不甘寂寞 這個人叫做王建軒 立委揣迫法務部長曾永鋪辦公室大門 遭法務部以妨害公務移送 監察院長王建軒 自費採購一盆花圃 然後以小民王建軒的名義 提了一個字叫做讚 送給了曾永夫 那麼這位小民怎麼說呢 他說立委踹破門無法無天 一定要起訴 否則中華民國再也沒什麼好搞的 好 這是第五 介紹小民王建軒標記說 阿扁 陳水扁貪污比別人多很多 對不起人民 使不認罪 他的黨還要聲援他要求保外就醫 搞到數百坪的防射監索工程使用 成了預證首例 台灣很可悲 他心中難過 非常被捧 他請法務部鐵面無私 他請法務部鐵面無私 法務部要鐵面無私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想請教育鴻兄 有這種王建軒 台灣還需要Bumbler嗎 這個王建軒不只是Bumbler 我覺得他在製造對立 雖然他製造對立的效果不髒 我想人民是越來越看懂看清楚 可是我覺得最可笑的不是這一點 最可笑的是說 他在讚什麼 他在欣賞 他在讚美曾詠夫什麼 他想讚那個門 他想讚那個門嗎 其實今天曾詠夫最大的問題是 貴為一個部長 部長不是代表他自己 部長代表國家公權力 是法務部 那這麼多立委來 要跟你談事情 那你法務部也用貴賓來歡迎他們 結果你部長躲在房間裡面 把燈關掉 門又鎖起來 那你這樣王建軒說讚 大家憑個理嘛 我們的監察院長說曾詠夫躲起來 他說他是小市民 他說我不是監察院長 那他說小市民 我們還是知道他是監察院長 所以這個掩蓋不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嘛 我們怎麼會有這樣一個監察院長 去按讚說曾詠夫躲起來是讚 這就令人廢絕 好那法務部韓宋 那我請教到底誰妨害公務 那毀損罪我同意 因為門破了嘛 那邱玉瑩要賠啊 也可能是有可能是偷工減料 我們稍查一下 那有另外的問題 這個千年出這個案外案 可是妨害公務 檢察官在分案 檢察官要有智慧 今天妨害公務的是曾詠夫 為什麼 因為立法委員到法務部去 要見部長 即使他在行使他的立法權 立法權去監督 跟平衡 這個行政權 就是法務部 今天部長 立法委員 部長只能接見 你不能不見的 你不見你 妨害立法權的行使 這不是妨害公務嗎 對不對 還有侮辱官署稅 官署罪 跟侮辱留意 我請問大家 官署有那麼偉大嗎 我覺得這條法律要檢討了 應該增加一條 侮辱人民罪 人民一天到晚被你馬英九侮辱 被你曾詠夫這樣羞辱 那你們都沒事 可是今天立法委員到你那邊去 要行使立法權 結果 結果你躲起來 那這個監察委員還按讚 觀眾朋友大家想看看 這是什麼媽政府 這個 監察院長王建軒 他今天說他是用一個小市民的身份 所以送了一盆蝴蝶籃給鄭永夫 變成寫了很大的字叫讚 我突然想到 那請問 王建軒利用監察院的禮堂 幫人家證婚的時候 那時候身份是不是牧師 王建軒出新書的時候 跟女記者來討論 用什麼體位下面墊個枕頭 比較容易受孕的時候 那時候的身份是 枕頭推銷員 是婦產科醫生嗎 然後呢 還在嫌人家不要榮辱 不要整形的時候 那時候的身份是 假設自己是整形名醫嗎 對不對 基本上其實王建軒說什麼 在台灣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法務部 法務部長 尤其是曾詠夫 他現在不只是一個 我說坦白利嘛 贖令自知 今天阿扁為什麼會 這個事情鬧的這樣 沸沸揚揚揚揣騰成這個樣子 你把他移到了裴德以後 我就不了解為什麼 15分鐘一定是一次 我到現在還不能了解 如果有的話 你是什麼心態 你何必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你又何必一定要再強調 243屏 好像是他獨享 跑步機、除止機什麼東西 你這樣子不是在 利用政治抽籠的手法 來跟你講說 你讓他有特權 那我告訴各位 告訴各位 孰令之之 卓氏則今非 卓飛則今世 過去你怎麼對待他的 把他虐待成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你還用這種方式在操作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郝龍斌所說的 因為陳水平的事情 才讓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獄中的文化 離人道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王建軒加共也只有一個字 叫做恨了 仇恨 王建軒其實作為監察院長 他可以去調查 法務部在處理這一次一件事情 有沒有失職 這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結果沒有做 去給他按讚 所以這不是仇恨是什麼 而這就是可怕的地方 這段先告知 小卓姐 王建軒 多謝 留病間的房舍大公開 法務部長曾永夫親自報告導覽 讓國民黨立委散叹不已 他睡的床鋪 這個就是在房間裡面的空間 它有舟子椅子 還有書櫃 旁邊有一個椅子是 一個受薪人看護的 他不是在看護 他是在監控 這個椅子剛好對準陳前總統的床 24小時一定要兩顆眼睛盯住陳前總統 即使睡覺的時候也不放過 所以他說從禮拜五到現在 他都沒有合眼過 他睡不著 擔心陳水扁病情加重 尤其台北榮總都已經建議 陳前總統應該居家療養 但法務部缺乏人已肩到裴德 讓立委更不滿 沒有居家療養這個項目 是啊 沒有居家療養嘛 那你告訴本席嘛 保外就醫 當時的伍澤元跟伍德美住哪裡 住他家裡嘛 他可以住家 也可以到醫院住家 你玩文字遊戲嘛 今天如果台北榮總的醫生 不要寫所謂的居家療養 寫保外就醫 你就會準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那你玩文字遊戲嘛 要看他實際上的病情嘛 他這個病情還沒有到 加一張床 讓他的媽媽也可以陪著他睡覺 讓他太太也可以進去陪他睡覺 這樣子的話 對他的病情 憂鬱症會比較好 有沒有辦法給他考慮一下 照目前的法令 是不可以 大概不可以 你白天一走掉 他一個人在晚上 又是孤苦伶仃一個 是不是 我們再教 你們再研究一下 好不好 國民黨立委也跳出來 邦扁說話 委員會最後決議 建議培德病監 應該和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 建議諮詢溝通管道 維持醫療水準 並且允許家屬在 例假日也能探視陳水扁 希望對他的健康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 我們看到曾永福的立院 真的非常勇配合立委 在介紹相識理事的別種 但是農總醫師 他要的阿扁是什麼 是要居家 要療養 要醫生給他看 結果 你說 把你送得漂亮漂亮漂亮 人家醫生說 要照紅外線 你說要擦紅藥水 同樣一個紅 差那麼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有人講說 那麼到底要把阿扁弄到什麼地步 我們看一下 有人將陳水扁寬廣的心肩座 比喻成軟禁 現代張學良 馬燕九出來說話了 馬燕九說什麼 張 張學友 不好意思 張學良 軟禁期間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張學良沒有犯罪 和扁是完全不一樣 有人曾經建議 張學良模式處理來扁案 讓他哭笑不得 拿這種案子 我無從仿效 好 這我沒有冤枉他 馬燕九自己講了 張學良沒有罪 他醫所上面 我現在請教育鴻兄 這是馬燕九講的 不能在家軟禁 因為張學良沒罪 阿扁就像王建仁講的 罪一堆 我先就事實來看 張學良沒有罪嗎 我覺得馬燕九是總統 他信口開河 胡說八道 歷史不是這樣的 張學良怎麼會沒有罪 判了幾年 西安事變 張學良做了什麼 他夾持蔣介石 那是不是說夾持蔣介石 就是無罪 那現在夾持馬燕九也是無罪 他夾持後來他把蔣介石保護 回到南京沒有錯 蔣介石馬上馬上抓起來 軍閥審判十年 他有判刑 怎麼會是無罪 所以馬燕九這樣講是胡說八道 那是欺負 一般的我們觀眾 沒有時間去查一下這個歷史 這是錯的 張學良是有罪的 所以現在不在於說有罪沒罪 不要轉移議題 今天任何一個被關在監獄裡面的 任何一個受刑人 他有醫療需要的時候 法律是規定你要給他醫療照護的 今天你給他豪宅 243餅 那個曾永烏會在那邊講 多好多多好 你如果說今天 四年多以前 阿扁剛關進去 身體還蠻健康的時候 你給他這樣一個設施 我們會跟你讚美 說你馬燕九你心胸攀大 可是今天阿扁不是需要這個 你今天一個重病的病人 你給他那麼大的豪宅 所謂的豪宅 你這有什麼意義 我們在這邊一直呼籲 阿扁需要的是適當的醫療照護 就像周園華講的 居家醫療 醫生能夠用的 就是這些醫學的概念 居家醫療 是對一個重症猶豫症患者 是最好的 這個柯醫師 現在法務部告訴你 你看挑高五米多 兩百幾百 有跑步機 五當五腮有床有蟻 但是這個跟周園華醫師 診斷所下的那個語氣跟用詞用語 那差誰 我想還是這樣 還是那句話 講過都會留下痕跡 你看看在過去一年當中 法務部長北建 他說我們對阿扁很好 把他當總統禮遇 很健康 你們都對他很好 今天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阿扁阿扁阿扁 所以我覺得這樣 你講那些沒有用 你們以前都說他對他很好 他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表示他講的是屁話 以前講屁話 現在繼續講屁話而已 這個 不過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個案子是這樣 就是說 我覺得馬英九可惡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 其實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這句話是對的 因為你坐在那位置上 你要想的是說 我對我職務負責 你今天是台灣總統 你應該想是說 怎麼做 會讓台灣社會的對立少 我問你 禮拜五早上這樣做 這樣五點把它押起來 這樣撞 我們這個台灣社會 變得更和諧 更團結 還是更對立 難道馬英九的智商這麼低嗎 還是他那些周圍的都是 說人家會叫他幫不了 會叫他笨蛋 不是沒有理由 你對最總統 你的那個行政措施 你是要希望台灣更好 還是台灣更亂 所以有時候想到奇怪 他是阿強派來亂 到底馬英九的心態是誰 我都不知道 是來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我們聽一下 另外一位國民黨 來的大腳 郝隆斌 怎麼說 他說法務部 掛點給陳前總統 在台中陪著病 肩繼續治療 這只能算是折衷方式 引發反彈 可以理解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陳前總統 這都郝隆斌說的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陳前總統 病情才是重點 郝隆斌希望陪著病肩 能夠秉持醫療專業 專心照護陳前總統 如果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病情未能改善 就應該建議法務部 進一步考慮保外就醫 順序 郝隆斌說 病情才是重點 馬英九說 張學良沒有犯罪才是重點 你聽過一句話 叫做法律不外人情嗎 我們的一些外遺間針對一些 準備要假釋的一些受刑人 可以允許讓他的太太 進到這個監獄裡面對不對 讓他們一個地方 他們可以睡在裡面 我們的監獄是可以的 允許的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因為認為說 對他是有幫助的 對他自己個人 對社會是有幫助 今天阿扁這件事就好像 就好像法務部在新聞稿裡面講的嘛 這個是首開我國監獄史上的首例嘛 那你為什麼要開這個首例呢 他說因為他是罪犯 因為他是病患 再加上卸任總統元首嘛 所以你選擇這樣做的原因 既然是為了他好 為什麼不讓他的家人陪他嘛 你都自己在新聞稿裡面講說 什麼243平了 243平再派一個人15分鐘 看一遍進進出出 然後幹什麼 你到底是在做什麼 你本來要讓他病情好一點 結果你又做那些動作 剛才說的張學良對不對 奇怪 我們的總統到底有在討論書 還是沒有討論書 搞得很不清楚 判了十年坐牢 到後來給他特赦 交軍事委員會看管 後來軍事委員會早就解散了 就沒有了 你還給人家軟禁一輩子 那你你在講說 那因為他沒有判刑 司法上至少沒有定論嘛 我說得難聽 郭民棚欠人張學良 欠人孫立仁一個道歉嘛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犯下江南案的那個汪溪玲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待遇呢 所以你國民黨以前 法輪簽罵條要給自己照 對不對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法外施恩 唯獨對這一件事情上面 突然間你就要說 你就要依法處理了 現在連續劇裡面都說那句話 賤人就是矯情嘛 這一次矯情有兩個 一個是馬英九 他說我一切尊重專業 我絕不攝入 可是剛剛老師念的那個話 他是說我無從仿效 馬英九承認他攝入了 因為他宣布不仿效 所以法務部長聽他的話 第二個矯情就是王建軒啊 你要是要用小市民 你就不要掛你的名 你就是故意要讓人家知道說 監察院長來講了 請大家不要來監察院檢討